Hello 大家好 我是幼稚20年训犬经验的职业训犬师老飘 狗狗有问题 老飘来帮忙 跟着老飘一起来了解 如何让你的狗变得更乖吧 那么好了 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 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了 老飘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说视频更新的有点慢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但是老飘在这里保证 我的视频肯定会一直做下去的 那么也再次感谢大家 对老飘的支持与后患 谢谢大家 那么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这期的内容 在上期的节目 老飘说过 这期我会讲一下 我们对幼犬的一些态度 为什么会做这期节目 其实 就是因为老飘看到了很多 我们的粉丝朋友 在给老飘的留言 就是在想 老飘我们家的狗两三个月 乱拉乱尿 怎么也交不好 狗司所也买了 幼稻机也买了 但是它还是在屋里乱拉乱尿 这该怎么办 还有的朋友 跟老飘说 老飘我们家的狗总是咬我的手 两三个月大 我怎么教它它都不会 我该怎么办 还有呢 给老飘说 老飘我们家的狗两三个月大 我刚带回来 我给它带上千里带之后 要不就是不走路 要不就是咬千里带 我到底该怎么办 其实看到这些留言 老飘心里 其实怎么讲呢 挺困惑的 为什么说挺困惑呢 就是我有时候在想 我看到这些留言的时候 我就会在想 到底是因为我这个训犬师 对狗真的太放松了呢 还是因为我们的主人 对我们的幼犬要求太苛刻了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其实是这样 我们反过来去想 我们的幼犬 两三个月到我们的新环境 什么也不懂 它还没有我们人小孩 两三岁的小孩的智商高 你指望它懂什么 你教它一两次 你就指望它懂 不可能的 我们狗是活的 而且我们跟狗是两个物种啊 对不对 你指望它能懂多少 你指望它能多快地学会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对于幼犬来说 更多的应该是 我们的耐心跟我们的包容 而不是我们对它 很苛刻地要求 它很快就会掌握这样 很快就能掌握那样 老飘在这里还是想说 它不是机器 它不会说很快的怎么样 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养狗的过程在哪里呢 就是看着它一点一点长大 一点一点的 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 教会它东西 这才是我们养狗的乐趣 所在之一啊 对不对 首先 我们来讲一讲 这个大小便的问题 这也是很多朋友 对老飘留言 最多的一个问题 很多朋友都会说 老飘我们的狗刚带回家 这狗在家里乱拉乱尿 我给它买了狗厕所 甚至用了诱导剂 没有用 还是在家里乱拉乱尿 这是很正常的 太正常了 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呢 老飘在这里想说 去仔细看一看我之前的视频 幼泉应该怎么养 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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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龙养才是对幼泉 最负责也是最关键的饲养方式 这是为了以后所有的好的习惯 打下的最坚实的一个基础 为什么 首先 我们人要工作 不可能24小时盯着你的狗 对不对 我们要睡觉 也不可能24小时盯着它 我们要做事情 更不可能24小时盯着它 对不对 那么好了 幼泉放到家里 乱拉乱尿是小事 一旦误食了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 一旦肚子着凉了呢 对不对 都是问题 龙养 首先是避开了所有的危险 其次 才开始进一步 我们对它的生活习惯的调整 所以说 龙养是非常关键 大家明白了吗 而通过龙养 也能够很好有效地解决在大小边的问题 这个需要什么 需要我们的观察 该如何解决 老朴的视频里都有讲过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 同时老朴在这里插一句题外话 就是我们养狗的主人 在这里能够看老朴视频的主人 那么都是真正愿意把狗养好的主人 那么你只有有耐心去了解 你才能够把你的狗养好 你连老朴这么短的这个时间的视频 都没有耐心去看完的话 那么你的耐心真的需要好好练一练 好了 继续 说完了我们狗上厕所的问题呢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 这个狗咬手的问题 对不对 咬手 为什么会咬手 很多主人就会说 我们的右拳刚抱回家 它就拿嘴咬我的手 但是也不是真咬就是寒 其实它不是在咬你 它是在通过它的嘴来探索世界 来跟你亲近 而你呢 通过一系列的错误方式 哎呀不要啊 对吧 哎呀不可以这样啊 其实是在鼓励它 通过这一系列的错误方式 反而让它觉得 它这样做是正确的 而且右拳期 你不要指望一次两次 就能够把它纠正好 不可能的 你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同时老朴之前也讲过 右拳回到家应该是什么 大量的休息时间 尽量少跟它游戏 而它出来的时间 就是跟它做我们基础训练的时间 训练完了继续回笼子休息 这样才能够把它养成一个 良好的生活习惯跟作息习惯 也是为了我们以后这个狗 能够更乖 能够更适合我们家庭宠物权 来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备 那么很多朋友就说 老朴那它咬我手该怎么办 去制止它 该怎么制止 老朴之前的视频有讲过 好好去看一看 那么说完了咬手 那么很多主人最头疼的问题就来了 牵引带 牵引带套上这狗 要不就是疯狂地挣扎 哎呀这个狗救命啊 它要勒死我了 对吧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 牵引带一套 瞬间钉住不动了 跟一摊泥一样就摊在地上 拖着不走 拽着不走 怎么都不走了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举个例子 当我们看到幼儿园开学的时候 第一次去幼儿园的小朋友 是什么状态 明白了吗 跟你们家的幼儿园像不像 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 牵引带拿回来之后 该怎么样让他熟悉 那么很多朋友呢 手里都已经有了老朴 这个同款的这个批诚 对吧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让他熟悉呢 批诚套上 在家里套着 套着之后呢 不要去管他了 也不要去牵他 让他自己走 放松 让他熟悉 当发现他咬牵引带的时候呢 制止他一下 No 好了 就可以了 他只要不咬了 就OK 我们用别的东西去分散他这个牵引带 不要让他把注意力注意到牵引带上 不是解决问题了吗 但是你永远不要想通过一次两次就能解决 不可能的 老朴作为训犬师 我都不可能那么快去解决他 我们需要的是时间 需要给幼犬成长的时间 大家明白了吗 所以说呢 老朴在这里呢 再次想给大家说一说就是 给我们幼犬成长的时间 用你的耐心 跟老朴这里的方法 一起来教会他到底应该 怎么成为一只合格的家庭宠物犬 怎么样 老朴这样讲 你明白了吗 所以说我们对幼犬来说 不要太严格 不要太苛刻 多拿出我们的耐心来 慢慢一点一点的 去代替他的父母来教会他 应该怎么做 这才是我们主人应该做的 那么好的 这期的视频呢 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是有这20年训犬经验的 直接训犬是老朴 再次感谢大家对老朴的支持与后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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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